蛤 原來爸爸有心裡有希望的性別 他說那當然就是男生啦 因為我們一家都是女生嘛 然後一知道一間小妖果是小男孩子 他說喔 那可以留下來 我可以帶他起 我想說等到妖果能夠坐上你的重機 他都幾歲了 你很特別 然後很善良 也很努力 媽媽以你為榮 媽媽愛你 欸你厲害耶 剛才影片他都沒哭了 你開箭他就哭出來耶 而且媽媽講的話 我其實腳本上也有看到 但我現在還是很想哭 很合理啦 這個連我們大家都忍不住要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 嗯 我是不是在Podcast有說 你們都 哈哈哈哈 我知道的時候啊 演出來的第一秒鐘當然是 那個有一點就是意外啦 就是不是意外 就是說沒有料到 應該這樣講 就是雖然我已經 就是努力了有半年的時間 可是因為你每一次 就我每一次 每個月幾乎都會驗 就是欸 差不多身體就擠到了 我就立刻驗這樣 所以每一次你都看到 都是一條線一條線了 就覺得好像 好像以為也會是這樣 所以當就那一次 驗到兩條線的時候就 真的覺得自己是 老花有這麼嚴重嗎 就是我有看錯嗎 然後就趕快Call小徐回來 就說趕快每個品牌都幫我 買個幾個這樣子 想要確認是不是真的是兩條線這樣 那他滿冷靜的 但是就是當我真的 因為你驗的每一個牌子 然後都是兩條線的時候 那個那一秒鐘才真的崩潰 就是襲擊而氣啦 就是真的哭出來 就啊 這是真的 然後我要當媽媽了 然後你要當爸爸了這樣 那他 反正他就是 目前他都是看到我哭 他就會哭 所以他有把你抱起來轉嗎 沒有欸 我的體重他應該也抱不起來 就 但我們有相擁嘛 就是真的是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心裡想的還是我媽媽 當然 對 因為今天的活動 然後也意識到說 欸 對齁 我自己也是一個準媽媽了這樣 所以 很謝謝Kippling 幫我跟媽媽先選了一個母女包 那我覺得這對媽媽來講 跟我就是有一個 滿不一樣的意義 就是第一次我跟媽媽 我們都是媽媽了 對 這樣的慶祝 所以現在會就是一直跟 肚子裡的小腰部講話嗎 就是說你的心事啊 不會欸 或者是什麼 就是 生活中時不時當然就會去摸摸他 然後有一些開心的 或者是情緒波動的事情 也都會跟他講一聲這樣 就是 對 我知道就是 就是會 就是會想 會想讓他知道我現在的心情 然後讓他多多的 聽習慣我的聲音 他們啊就很開心啊 對 我爸爸那天 那個性別揭曉 其實我不知道我爸居然想要 就是 想要搖果式小男孩 是我媽媽有偷偷跟我透露 對 他說 爸爸有 比較有 因為我媽就一直說 不管你是 腰果式男生的女生 我覺得都很棒 就是我都會一樣愛他 然後他說 但你爸就不一樣 我說蛤 原來爸爸有 有心裡有希望的性別 他說當然啦 我說是什麼 他說那當然就是男生啊 因為我們一家都是女生嘛 所以爸爸一直從 可能從小吧 就覺得很孤單 就是他的興趣嗜好 我跟妹妹都不欣賞 哈哈 他喜歡玩模型飛機啊 然後 現在喜歡打高爾夫球啊 騎重機啊 這些東西 就我跟我妹妹都沒興趣 所以他那時候就說 他意思說他本來要把重機賣了 因為他覺得他年紀也漸漸大了 大概也不會 也騎不了幾次啊 他想把它賣了 然後一知道 一揭曉妖果是小男孩子 他就喔 那可以留下來 我可以帶他騎 我想說 等到妖果能夠坐上你的重機 他都幾歲了 你要不要在這幾年 乾脆還是先把車子賣了 到時候真的要騎鎮賣吧 但是就可以感受到 他就是 可能 要當阿公的那種 期待的心情吧 那 新年快樂